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害得那颗球无端作大 那也太丢脸了 咱好歹也是欺瞒之术 当然要有术的气魄 不是 你 我时常会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类总是对大眼瞪小眼和相顾无言这种游戏充满兴趣 那个 灯姐 你应该不会只是为了问问题才在桥下蹲攒吧 这个给你 味道和咱们十几年前常吃的那款差不多 灯姐 如果你喜欢这糖 还是自己留着吃比较好 不然咱给你买 虽说这百年来 我客人的确负债累累 但请你吃糖 还不至于让我立刻破产 无论如何 京石京地的琥珀街 的确在数量上达成了七数齐聚这一条件 所以 灯姐才想用糖果纪念一下吗 嗯 现在想来 大家好好地聚在一起 也只有百年前的那一次了 这还真是令人感慨 对 宋雀 你曾问过为师 站在毛前有何种感觉 那时我未有厘清想法 只能沉默以对 但此刻 他已拂去彷徨的迷雾 竟自来到我的面前 是的 面对你口中的伪物 我不曾向往 也从不自禁 我只是渐渐意识到一件事 从命运的穷龙头下的影子和错误中汲取养分 纯属徒劳 抱歉 为了郎秋的存绪 为了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挣扎的人们 我必须 杀死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果然还是回郎秋吧 赞成 可拉利也觉得一场事件的提示音 嘀嘀嘀嘀嗓个不停 吵得耳朵疼 不全是因为这个 老实说 我们静观其变的时间已经太久 可欧下受影子侵蚀的现状 依旧没有任何好转 再说 我们不见得非得遵照一个初次见面的人的话行事 哪怕那个人是松雀的师父 是啊 虽然他态度和善 做法却十分强硬 根本没给我们任何选择的余地 我们甚至 连一句再见都没能和松雀说 如果松雀醒来 发现我们都不在了 一定会很失落吧 哪只失落啊 可不得伤心死了 你就这么肯定 这可是同伴之间的心灵感应 同伴吗 于情而言 我不该对七术的关系有过多揣测 可迫弃的锥炼 虚焰的独断 却又让我心中的天平 不得不向坏的一边倾斜 那究竟出自难以言明的好心 还是行将破壳的阴谋 在七眼见到之前 我实在难下结论 当然 与欧夏的未来相比 我刚才说的那些 又显得过于强调细枝末节了 这样看 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再去一次狼秋 至少不能像这样不明不白的干等下去 嗯 试试看 总归没有什么坏处 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好嘞 看我的吧 啊 怎么没反应 你用力拍两下试试 末日之矛也不是老式电器吧 但大力总会出奇迹 那我拍了 啊 还没反应 有太阳的时候 就想看下来 你寻思有什么 你觉得我是你 什么 你不要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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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还好没有真的摔下去 一鼓作气 出发 西纳迪亚 正在接近目标 看起来 这里就是源头了 火力出击 血能完毕 到此围起 放进去 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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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發了 小伙伴的 果然 如今 我竟然御营一试 都难以随意试谓了吗 即便工余造武 也终于 终于为己所困 作为惩罚 这的确十分合适 但愿他们能让那些孩子之难而退 当然 如果是我多此一举 倒也算沉心如意 无论如何 唯有形变无必要之事 世间的癥结 才会真正浮出水面 浮出 名为人心的游民之海 现在想来 所谓的仪式 似乎总绕不开生命的宵远 百年之前若非利托斯特现身 我却无可能在今世今地 迎来唯一的传奇 是啊 哪怕它将带来更多的宵远 我们也必须还债 我却无法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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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七术接下来要举行的仪式 确实会彻底终结殴下的危机 但与此相对 狼秋的末日之矛 这一次也将彻底停滞 再也无法启动 万一你们没能及时离开 可就得一直留在狼秋了 这种理由 她完全可以在初次见面时直接挑明 毕竟我们也不是什么恶魔 从立场上看 甚至算得上她的同伴 用决疑的话说 师父她的确有些着急 这才会跳过我们 直接做出决定 总之 身为徒弟 咱先替她老人家赔个不是 没关系 我们回来的首要目的 其实也就是确认你的安全 说起来 绝他怎么没和你在一起 绝一嫌这块人多 说是要自己待会儿 为仪式做做准备 那仪式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呢 嗯 咱也说不清 哼 反正时间一到 师父自有办法提醒大家集合 你们到那时再走 也来得及 我还以为 怎么 难道你不想和咱再多相处一段时间 哎呀 仪式结束之后 咱们可就再也见不到了 别这么说嘛 我们当然愿意 对吧 嗯 这道别的机会 本身就是大家一起争取来的 哼 想不到 你们这么舍不得我呀 那么 在离开之前 咱必须要带你们把这琥珀街里最特色的东西体验个遍 既然大伙缘分未尽 那就更不能留下半点遗憾 嗯 那个 你很在意咱这套衣服 毕竟 以你的性格而言 穿这身逛街 确实有点反常 嗨 那还不是因为灯姐给咱的漂亮衣服弄了好几个口子 咱已经拜托财思的简尼特小姐处理了 在此之前 也只能用这套行头将就一下咯 哼 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咱们到了 考虑到时间 咱们可能没有坐下来慢慢吃甜品的功夫 但这家店的饮品同样是一决 不如大家把自己的口味跟咱抱一抱 咱根据惊艳帮你们挑 这样还能有点惊喜感 呃 那就帮我带一杯店里卖的最好的饮品吧 谢谢了 好说 其他人呢 我偏好清淡的饮品 克拉里就不一样了 他有些重口 嗯 我是说他比较喜欢咸的东西 是的 麻烦你了 松缺 那么 去梦着呢 真想不到啊 你居然耗这一口 小料才是饮品的精髓 没有小料 我一口都喝不下去 总之 大家就在这里 不要走动 咱去去就回 怎么了 克拉里 你们没觉得松缺有哪里很奇怪吗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你经常用的水杯涮碎了 但你又想立刻喝水 你会怎么做 我会直接用饭碗来接水喝 或者去拿瓶装水 没错 如果常用的东西坏了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最容易找到的替代物 但松缺现在穿的衣服 是我们在他记忆中看见的那一套 你觉得 在什么情况下 人会把自己许多年前的衣服翻出来再穿上 在某些值得纪念的时刻吧 难道仪式是某种类似 节日 生日的存在 就像吃生日蛋糕之前 要先给自己带一顶纸壳王冠 要先给自己带一顶纸壳王冠 西娜也想到这个例子了吗 西娜 松缺刚才说 这可是我们能待在狼秋的最后一段时间了 你要是在打瞌睡中度过 不觉得很可惜吗 唉 这样就清醒多了 寻门者 你待会儿要是还看到我犯困 就狠狠念我的脸 我不会怪你的 哼 你啊 呀 笑得这么开心 是聊到什么好事了吗 哼哼 看大家的反应 咱就知道咱选的没错 总之 各位朋友 拿好您的随身物品 咱们这就去下一站吧 让狼秋十乐中人气最高的一愿 狼秋十乐中人气最高的一愿 只要上街 谁都忍不住来一局的 翻翻了 嘿 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快玩一次 您平时没少照顾我的生意 这点小要求算不了什么 简而言之 在大家面前的十张牌里 有一张金色牌 两张紫色牌 六张蓝色牌和一张黑色牌 如果抽到金子蓝牌 我会给予各位对应稀有度的小奖品 当然 考虑到这是体验版 它们的价值都不会太高 但如果抽到黑色牌 其余牌就将全数作废 要是我们一开始就抽到黑色牌 是不是得打到回府了 那就再来一局呗 没事 四位就当测个运气 开心就好 我看看啊 克拉利小姐和赫利亚小姐 都抽到了蓝色牌 西纳迪亚小姐抽到的是紫色牌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真可惜 是蓝色牌 果然嘛 不过还好 不是黑色 对了松轩 你要不要也来试试 好啊 咱也来凑个热闹 是黑的呢 嗨 松轩大师之前可没少出金 偶尔一次也没什么了 是啊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反而是一次新奇的体验 虽然这局已经作废 但能麻烦你帮我拿一下左上角的牌吗 决一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一直在这附近 是你没有注意到我而已 比起这个 你还是先看看那张牌的结果吧 好好好 我帮你看 我金色开牌 决一 你可以吗 你们毕竟已经替我排除了很多干扰选项 如果这样还不能取胜 反倒证明我加入这场游戏是错误的决定 决一 这只是体验吧 又不是比赛 没有什么胜负了 说的也是 那么到目前为止 咱们已经体验了最具琥珀街特色的喝和玩 接下来就该是乐了 吃在狼秋的优先度这么低吗 不瞒你说 在大家来之前 咱已经吃了不少东西 现在还处于消失期 当然了 如果大家饿了 我也可以现在就 没关系 我们不怎么饿 倒是有人在犯困 我没困 真的 好好好你没困 那咱们这就出发 咱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可是虎珀街的代表性建筑 我 我 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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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圈 咱 咱这就来 宋圈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咱是第一次当导游 担心游客对景点不满意 也是在所难免的嘛 但看到大家的状态 咱就知道 这一趟没来错 嗯 这一趟没来错 坦诚地说 从这桥上往下看哪 没什么新奇 可要是换个角度 想想桥下人看着我们的感觉 那可就大不一样了 有种自己站在舞台上的感觉 然也 说到舞台 咱就不得不提一个 和舞台有关的老故事 当然 气氛都烘托到这个份上了 当然 我很想听 你未免太实诚了吧 怎么不学他卖个关子 嗯 我没想到这一层 不过既然没有反对者 那咱就说啦 嗯 吴 好